我們要示範一下如何收車 單手可以做到的 這是免向模式 就是免向家長 後面有隱藏按鈕 車櫃 整個卡都放下來 收了椅子 收完椅子後就記得收架 架上有安全按鈕 按下去 收了車 收車後有安全按鈕 開車就放上來 然後就戳上 接著拿回車 開車 單手可以開到 收到最小的模式 假設小朋友在外面看東西 這個模式收車 收完車就會大架一點 因為它有少許不同 這也示範一次 單手可以操作 收了椅子 因為椅子只能接到這裏 稍後大家會看到 收完架後 就會大幅一點 就這樣收了 都可以放上車 或者可以站直 有時候坐巴士 或者坐地鐵 坐地鐵不用收車 或者坐巴士 就可以放上車 記得按下鎖 然後放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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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收了車 還有一個模式 我都喜歡用的 就是如果自己在鎖車 有時我會喜歡 收了車籃 直接拿回家 叫姐姐幫忙洗 因為有時小朋友吃飯骯髒 這些全部都可以拆出來 有拉鍵 這些全部拉鍵拆出來 你可以叫姐姐拿回整個座椅 洗乾淨 第二天才拿回去用 之後你的車架就留在車上 這個就放在車上 然後就拿一個替籃 就拿回家 因為這個替籃很輕的 拿回家洗 洗乾淨 第二天就放上鎖 然後放上鎖 OK 手臂可以半邊拆 你可以拿個小鬼下來 因為一邊拆都可以 然後回去很容易 等到下鎖 如果開收車 先先介紹他這半空間 它有拍不下 另外這裡是個天窗 你可以看到這個檔案 天窗就這樣開 它這塊布很漂亮 剛剛看到之後 可以收回後面 就完全不覺得 另外手臂可以調校高低 這裡是不停的 用這個檔案去調校 對上 上下 2 3 上去 後面也有車袋 這些機會功能 放一下電話 放一下東西 如果要調校高低 就有一個隱形的按鈕 隱藏的 你拿這個 直接 就可以分開 有三個車子 叫直 背斜 還有 橫 可以睡覺 我腳檔也用來調校 我腳檔也用來調校 可以調校 JS檔 有兩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最低的 這個最高的 這個 如果這架車有傷害功能 很簡單 它就用油漆 插出來 哇! 這樣就可以連向媽媽和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在車上 都可以看著她的影片 看著她的朋友 這樣就一樣 你可以調校到下 直身 很直身 有很多家長坐在直身的車 可不可以走開一點 這個就是她的一個 好,預先一下 因為路車有空間直 輪胎可以調校下來 這樣就舒服了小朋友 如果有家長想 給小朋友或小朋友幫忙 直接車 就可以調校到下 可以拿去看 可以拿去看 我先把他放上 然後把它放下 你先把他放在哪裡 爸爸又稍後一開大筆 來示範 不,不是我吧 這裡就是我要用 哪一個 路車霧放進去 它是很重 這些全部都會一直都在 用一個帽子隔一隔 這樣按一下就可以拆了出來 因為有時用得很久 有些頭髮放進去 你可以洗乾淨 這樣就可以繼續用 這樣就很乾淨 前輪子都可以拆的 前輪子就按這個 這個按鈕 用一個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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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下去 前輪子都可以拆出來洗 另外呢 也看到它有鼻子的 整輛車 有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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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示範 它拆出來的功能 打開來的毛巾 然後呢 這些全部都可以拆出來洗 你打鼻子 很棒的 這些全部都拆出來 然後呢 濺度是5點 按一個按鈕 就打開了 比如說小朋友 他犯了吃飯 我們就用一個摩托 拿來 他六歲大 六歲大 然後呢 他代三歲小朋友 對 他腳都很夠長 你都很高的 你都很高的 你放下去 然後我們拍完飯 基本上就不吃飯 夠高的吃飯 當然啦 如果兩三歲小朋友 大約可能要這個高度 兩三歲 其實呢 都可以擺放它 夠高吃飯 因為一般嬰兒車 它煲到這裡 你坐下去 就要頭到這裡 吃到東西 夠高的吃飯 對 另外呢 我們先放下這個 另外我們先提一提 車的負重 這個車的負重 可以到達25kg 我先放下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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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們先拆掉 那我就160磅 那我也試試坐坐這個車 先看看 那我腳都放了上去 我腳都放了上去 那我腳都放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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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腳都放了 是嗎 一點點紮 但是都放了下去 整個東西都放了下 那所以呢 一般小朋友其實都很闊 很好滑 那還有呢 現在我們另外呢 還有呢 再會送一個 這個座墊 這個座墊 座墊 這個是小金銘的座墊 就可以放在這裡 我是Philips的 可以放進去嗎 對 另外我們再送一份 醬和耳朵 我們去車上吧 拜拜